- It's a large team! 哈囉,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一個類似 Netflix for App 的服務 然後我會分享我實際使用的想法 然後跟分析這樣實際使用下來 然後看這一類的服務到底值不值得 上次我有拍一次介紹 App 的影片 其實很多人都有提到就是說 為什麼裡面的 App 有一些都是要付費的 大家希望就是看到多點免費的 App 可是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歡免費的服務啦 因為當然每個人都想要省錢 可是我覺得大家可以想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像Google有提供非常多免費的服務給你們 那我們大家都覺得很方便 可是相對的它提供免費的東西給你們 那東西又做得好又維護的話 它一定相對從你的使用者這邊得到什麼 那以Google來說它的本頁就是廣告 那Google可以再收取更多你的個人使用的習慣啊 或是更多的比較偏隱私的一些資料 然後相對他們廣告可以下的更精準 那Google用這種免費性的產品跟服務去換取這些資料 那可能就有一些消費者而言 那他可能覺得這個還OK 並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另一方面當然也是我們可能比較信任Google這家公司 可是如果今天有一個比較小的開發者 或是一個比較小的開發商軟體公司 他們提供一個很好用的軟體 功能非常強大 隨時有進行維護 但是又是免費的 那這種時候你會不會大概去思考一下 它這個錢到底從哪裡來 因為一家公司的營運總是要有資本去支撐 那這種時候它植入這個APP在你的系統裡面 那它相對所得到的是什麼才可以提供這樣免費的服務 我覺得大家應該去想想看 所以我的關鍵是如果我找到一個好用的軟體或是APP 它的開發者的名聲也不錯的話 那我基本上我就是會願意付費去使用它 因為我覺得有好的東西跟好的維護 它是值那個價格的 其實這些開發者也是需要我們的知識 才能持續做出更好的軟體出來 好今天要講的重點就是我最近有在使用一個服務 它就是類似訂閱制的APP 這個名字叫做SetAPP 那基本上它就是你付一個定額的月費 你可以使用它們裡面有100多種合法的APP 然後在這個裡面它裡面有非常多的APP 也是有在蘋果的官方App Store上架 所以基本上有蠻多蠻實用的APP在裡面 那其實關於這個服務我已經知道很久了 那先前一直沒有使用就是會想說 這樣長期訂閱下去會不會相對不划算 但有一天我就大致上算了一下 我這一年來陸陸續續有付費購買的這些APP 和軟體總共加起來是多少件 那我這邊就先舉例就是幾個 我比較常用到的又覺得比較好用的 然後剛好這些APP 又是在這個SetAPP裡面有提供的服務 OK 好來看第一個要講到的APP 就是iSTEP MANU 這個我上一支影片有講到過 那這個基本上就可以讓你很快的看到 你現在CPU跟GPU工作的狀況 那另外一個我喜歡的就是這邊 可以看到我所有系統現在的溫度 那有時候我覺得它的CPU溫度可能太高 那我可能就來這邊自己去控制它現在風扇的轉速 然後剛剛那個iSTEP MANU 我自己買的時候是12塊美金 那下一個我們講到的是這個 那這個我先前也是自己在外面買的 可是這個在SetAPP裡面也有 我先前買了好像100塊美金左右 那就是因為我有一個檔案 然後在SD card裡面不小心刪掉 然後我要去救那個檔案回來 OK那我花了100塊美金 可是在這邊也有 那下一個我們要講到的就是PASTE 那這個我覺得很實用的就是譬如說 我現在把它打開 OK 那我在這邊可能我COPY一個東西 那我到這邊它就會有 可以看到我先前所COPY過的東西的紀錄 在網站上看到的東西 我COPY下來它在這邊也會存在 那這個我平常在打稿或是寫一些東西的時候 這個就非常方便 那這個在裡面也有 那這個分開買的話是1年10塊錢美金 那下一個我們講到的是GIMINI 那這個很方便的就是說它可以去掃描 就是說你現在磁碟裡面有什麼重複的檔案 那這可能佔掉你很多磁碟的空間 那它會去把它找出來 那關於磁碟空間的這一些處理的方式 我再來會再拍另外一支影片來講 那這個APP分開買的話是1年20塊美金 那下一個就是BARTENDER 基本上就是你現在可以看我這個Menu Bar是非常的亂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可以讓你很快的去把它整理起來 那先前我也有介紹過類似的APP 其實有免費或是其他的 可是BARTENDER算是一款比較有名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附加功能在裡面 那這一款分開買的話是15塊美金 那下一個我們來講ONE SWITCH 那這個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很多你想要快一點去設定或是處理的東西 放在你上面的Menu Bar 你在這邊就可以看到就把它設定一些東西 Keep awake啊、Dark Mode啊 或是你今天有很多外界的硬碟或是SD Card 你想要一直把它們全部推出 這邊也有一個這樣的選擇 那你點進去之後也有其他的東西 你可以再自己去把它開啟 OK 那這一個分開買的話是4塊錢美金 好那下一個叫做DOWNIE 那這個就是基本上可以讓你下載一些網路上的影片 那你就只要把它的那個連結抓過來 它就會自動幫你下載 那這個分開買的話是20塊美金 哇這好貴 然後下一個很有名叫做Better Touch Tool 這應該大家都知道啦 就是基本上你可以更改你現在軌跡板啊 或者是你的Touch Bar 或者是你滑鼠有很多不一樣的功能 都可以自行設定一些按鈕 那如果你覺得要自己去慢慢去設定太麻煩的話 網路上也有別人設定好的那種package 你可以下載 OK那這個分開買的話是20塊美金 好那下一個也是我覺得蠻強大 叫做CleanMyMac X OK那這個基本上就是可以去掃描你整個系統 現在有什麼多出來的檔案啊 可能佔了很多資源 然後看要怎麼處理 那還有另外一個比較深入 就是它基本上也可以做一些防毒的掃描 那雖然Mac相對來講是比較安全 可是有些人是真的要hack的話 可能還是會有辦法 我再來可能會再拍一支影片 可能會講到這個軟體 我覺得還不錯 OK那這個分開買的話是35塊美金 OK那下一個這個我也覺得很好用 OK這個很有趣就是說 你現在可能在一個什麼工作的情況下 那如果你開啟的話 它會把你現在這個主視窗後面的東西都把它按畫 那你可以去調整就是說按畫的程度要多少 這個分開買的話是10塊錢美金 OK那另外一個叫做AnyChance OK那這個軟體基本上就是 Android的也有 OK iOS 好那基本上就是可以讓你有更多方法去 看到你現在手機上面的檔案 或是去處理或去備份 那有人可能覺得iCloud或是用Folder iTunes Music 備份的方式沒有那麼方便 他可能想要清楚去看到每一個細節啊 那這個就是一個還蠻強大的軟體 這個分開買的話一個是要50塊美金 好那最後我就來分析一下我的感想 看看這樣訂閱制的方式是不是真的有省到錢 那所以以上總共加起來是大約300美金 所以9000台幣左右 OK那SetApp一個月的月費是10塊美金 所以300塊台幣左右 所以這樣算起來 光我以上用的這些App的值構加 就能讓我用SetApp兩年半的時間 而且這些還是只有計算就是我以上所列出來的 大概10個11個App裡面 那其實它SetApp裡面有100多種App可以讓你用 然後另一方面現在其實有蠻多這一類的App 也轉為訂閱制了 所以就算你在蘋果的官方App Store裡面購買 它下面還是會有一個訂閱制的方式 讓你事後去選擇 所以這樣長期算下來的話 我覺得用SetApp真的還划算蠻多 這跟我先前的想法算是完全顛倒過來 然後另外像是那個磁碟回覆的App 就是把檔案救回來的那個App 其實我也只用到一次 就是我只有那一次需要 那下次需要又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那花100塊美金去買這個只用一次的軟體 我就覺得現在想起來是蠻浪費的 那如果我當初有先用SetApp的話 就算我只用一個月 我只為了那個軟體訂閱一個月 那我也只付10塊美金 所以相對來講還是比較划算 然後現在加上其實裡面很多的App 是我本來就有已經購買會使用 然後這些App又能真正讓我在使用電腦工作的時候 能省下一些時間 我覺得這樣對我而言就是划算的 那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樣一樣的使用狀況 你可能是一個新使用Mac的人 或是你是一個輕度使用者 如果你是不太確定自己需不需要 或是裡面其實有很多新的App 你也不太了解 你又想去玩玩看的話 那我覺得你還是可以去試用 因為它有7天試用期 那我個人建議的使用方式是 如果你看市面上現在裡面有很多你會用到的軟體 那你不太確定你會不會長期使用它 或是你使用後會不會真的習慣 SetApp就是一個方法讓你去試用這些全部的軟體 可能過了一個月之後 你再可以回來去審核 就是說這裡面的軟體我真的會用到的有幾下 那你可以再跳出來去一般App Store 或是在這些軟體公司自己的網站 去看他們的購買價格 那這種方法你再算回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說 那你是單買這個App划算 還是你用SetApp划算 因為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沒有要用到那麼多的App 那可能他就是單買一個比較划算 那如果你像我一樣 這樣陸續續又買了一堆下來的話 那你可能也會得到跟我一樣的結論 就是可能用這種訂閱制的會比較適合你 想試試看的我會放連結在下方 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大致上就是這樣 就是介紹一個這樣的服務 那希望可以幫大家可能省到一點錢 如果喜歡這類影片的話 幫我按個讚然後訂閱分享我的影片 好那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Bye